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 BAY阿伯歡迎來到 阿伯的手遊頻道 阿伯呢還有一個娛樂頻道 如你所知 欸欸你爆爆欸 主人怎麼可以是的 你老司咧把你打下去 你老... 我錯了 OK 我換了陣容之扣 四十扣英雄就美了 SURPRISE MOTHERFUCKER 幹他一個平底鍋直接把我全部都巴死了 NO Don't kill me Don't kill me 不對阿 救不到阿 沒有爆爆了 幹你的諸葛亮 對 對 就如大家所見 我被 諸葛亮 屌虐了 不過他應該課蠻多的喔 他怎麼會有平底鍋阿 靠腰 我到現在差超多的阿 這個看起來應該至少呢 是V9以上了吧 V9以上了 不課金就是被人家打爆的命阿 我也想要這個動作殉教阿 好啦 那我們呢 這集影片呢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諸葛亮這個PVP的一個配置喔 那理念呢 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 強 兩個字 強強 好 那這個魚缸的部分呢 主要阿 我們就是以 攻擊 命中 攻擊趴 為主喔 那這個 如果你是課長 想要追求先發制人的話 那速度呢 就蠻重要了 畢竟說這個 誰先噴 誰先贏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這個閃避 等優先 其次呢 才是生命 因為基本上 諸葛亮跟諸葛亮對決就是 誰先噴誰就沒了 OK 再來就是說 這個符文的部分 我們來去帶大家跨買幾嘞 垃圾車來了 呵呵 怎麼這麼剛好啊 符文的部分呢 這個 藍色呢 就是吞向 然後再來 紅色呢 就是混元 就是混元 然後 綠色呢 就是百鏈 免控率還有吞傷 那這個 如果你是大佬的部分 有可能你來擺這個 速度 加5% 先發制人 也是相當的不錯 還有這個天問 天問的話就是追求這個極致的一個傷害 好在玩具的部分呢 基本上啊 就是以這個 雷射槍五星為最主要的一個玩具 那 諸葛亮有這個金色的雷射槍啊 直接蛻變 諸葛亮本身呢就會回復怒氣 再加上這個釋放技能之後 又能回復50點的怒氣 那基本上之後啊就變成每一回合都在噴 每一回合都可以造成這個海量的傷害之外 還能夠回復自身的這個血量 相當的OP喔 在這個輸出上面 還有生存能力上面 表現都是相當不錯的 再來神器的部分啊 一樣喔 有兩個可以來做一個選擇 一個呢就是永恆聖杯 平民比較適合這個啦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打架的話呢 那烏絲帽就相當的重要 再來隨機屬性的部分呢 通常啊也是會帶雷霆啊 就是拿去打呂布啦 再來就是以這個攻擊為優先 其次呢就是這個生命跟抗暴 那如果一樣要追求這個PVP的部分喔 那這個速度呢就蠻重要的 好那在結論的部分啊 就是PVP一路都很強 一路都很強 缺點啊就是狗神 比較難爬一點 這邊還是比較推薦說 平民不要撐速度啦 因為平民撐速度的話呢 可能會導致喔 你有很多的這個地方 就是比較難推 就PVE的部分啊 就是不要太極端啦 那這個都是給課長去玩的 就是大課長 追求極致的暴力 才會去追求這個速度 那當然喔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也想要追求極致的暴力 也是OK的喔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PVE的部分 那這個狗神保衛戰啊 坦度決定啊 你可以爬多高 畢竟說比較難的都是這個 小怪的關卡 小怪的關卡你能過了 能坦得住 基本上呢 王關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魚缸的部分啊 會先以撐坦為主 就是什麼生命啊 命中啊 生命趴閃避為優先 那如果已經坦得住的話呢 或者說攻擊不夠的時候呢 就改篩這個攻擊喔 在玩具的部分呢 就是以這個雷射槍 一樣是最重要的 再來就是這個 午夜搖靈 或者是木馬 神器的部分呢 一樣 以生命為主 那我覺得啦 呂布 呃不是呂布 出可量 在狗神保衛戰的時候呢 如果坦度不夠 可以站在前排 然後天賦呢 主要是以那個 前排 傷害減免20%為主 這個是最重要的屬性 然後你也可以去 骰到一個屬性就是可以增加那個 每回合開始的時候 可以套生命上限趴數的一個盾 我覺得如果坦不住 就以這兩個屬性 為最主要 優先去做的一個選擇喔 那我們這邊呢 來實際選給大家看一下 欸 不能買欸 尷尬啦 那如果你是攻擊力不夠的話呢 就把它 把你這個諸葛亮 放到後排去 然後可以去選那個 後排增加攻擊力 還有暴擊率的那個屬性喔 對了 講到暴擊率 諸葛呢 據我所知啦 他是不吃那個暴擊率的 也就是說他那個真實傷害的部分 是不吃暴擊率的 所以對於諸葛來說 那諸葛這個稱暴擊啊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諸葛呢 只要對同一個目標啊 每造成三次傷害啊 然後就可以造成一個真實傷害 那這個400%或者是420%的真實傷害啊 是不吃暴擊率的 所以這個傷害是不會暴擊的喔 跟呂布是不一樣喔 所以這邊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啊 那會暴擊的是什麼 就是 不是真實傷害的這個50% 你奇風打到的人 會造成這個50%的傷害 這個傷害才會暴擊 但是我覺得為了 這個一般的傷害 然後去撐暴擊率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而且呢 你會浪費了非常多的這個資源 與其去撐暴擊 不如去好好的撐你的這個攻擊啊 生命啊 速度啊 抗暴這些屬性啊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多了 所以說 諸葛亮這邊也要特別注意 不用撐暴擊率 不用撐暴擊率 然後在這個狗神保衛戰當中呢 可以去選那個攻擊%的 全體加攻擊%的 還有那個 就是 放完必殺技之後 有機率啊 可以去回復那個能量 回復我們的怒氣 這個對於諸葛亮來說啊 也是相當相當重要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大家會有幫助的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的留言板提問喔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我沒有抱抱了